台湾工艺研究中心为了让民众了解普利纸产业 与普利中工所合作在华卉物流中心办理 如果曾治普利纸议展 邀请普利七大造纸业者来展现普利造纸文化 以及未来普利纸要的发展 活动也安排许多体验课程 欢迎民众1月16日至3月10日来观展 非常感谢国立台湾工艺中心 这次能够到普利纸的故乡 来办这个如果曾治普利纸议展 这个重要的展览 我们普利有七大业者 共同参与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纸议的展览 那从1月16号到3月10号 欢迎普利相亲 能够一起来带小朋友一起来参观 然后回顾我们过去普利曾经 从日本时代一直到现在 七八十年来重要的这个纸产业的文化发展 广心治疗这次也参加纸议展的活动 负责人吴淑丽表示 透过展出希望让大家看到传统造纸产业的文化 并且透过创新与传统结合 让传产换发新的生命 我们对手公子还是不忘这个传统的重要 所以我们精进在做修复的用纸 像故宫 富士年图书馆 党案级 这样修复等级的高级的纸张 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走现代环保 跟现代人需求的一些剩余物 把它做成另外一个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意 把它这个传统产业由现代跟传统并行 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继续生存的能量 副医长潘一圈感谢台湾工艺研究中心 在埔里办理职议展 让埔里造纸文化能够让更多人来认识 也欢迎民众在1月16日到3月10日 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来到物流中心观展 认识台湾传统造纸产业的演化 记者陈伟一 埔里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